葵哥 一行三天 預算是二、三百元 可以吃到什麼 還有可以吃到多飽 例如葵哥當然要兇徒 哇 奇妙 這個味道很棒 我真的很喜歡吃 欸? 每年都沒了 哇 好瘋啊 嗯! 它裡面是奶黃痕 死肥Fat Boy 哇 它是一大塊芒芒 它喜歡一些原本的香港食物 你這個先吃嗎 我先吃10分 好棒 大家好 我是Vira 心情很好 因為又要準備出去吃東西 這次回來香港之前 我都蠻擔心 因為香港實在太多美食 之前其實我在Youtube community 有叫大家投票 就說我這次回香港 應該吃什麼美食好呢? 然後我看到有個留言很搞笑 她就說 小朋友才做選擇 我覺得她說得實在太對了 所以我就決定今天要去狂食 今天呢就想去一個比較是我小時候的回憶 就是 掃街 不自覺地露出這個幸福的美食 我還沒吃就已經幻想到有多好吃 看不看我雙眼是發光的 但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明年搞婚禮的原無意外 所以就有不少人問我 就說 你減肥了嗎? 我想說 其實是有的 唉 是我衰的 之前就算是斷斷續續斷斷續續的 不是非常認真地減 但是我明年就要婚禮 然後要拍婚室照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真的不減不行 所以我現在很努力的 要一次過減 但是我發覺 我覺得最掙扎的一件事就是 以前的話 可能是你一日節吃 你都可以看到那個磅數下降 但是現在我就算吃同樣的東西 同樣的餐單 同樣的數量 同樣的份量 是不會有看到磅數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 有一點點崩潰 尤其是腰的肥肉 我去到不用坐下 其實是可以凸出肚子 所以 是真的 有需要改善一下 但是我自己發覺 好像真的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那個減肥是越來越難的 我覺得我現在身體的 新陳代謝 是很明顯比以前 是慢了很多 就是我就算吃同樣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的代謝力 是減低了 所以變成我是 越來越容易肥 其實過了25歲 新陳代謝 開始變慢 而且在每隔10年 新陳代謝就會減低5% 所以其實都真的挺誇張的 所以現在我減肥的重點 再不是說 我一天只可以吃多少 那麼簡單 尤其是 對我這些吃火 就是這麼喜歡吃東西的人 是真的很辛苦 而且吃少一點 你都覺得是非常之痛苦的 要逐餐逐餐這樣算 其實真的 人生我覺得很沒樂趣 有時候都會想 不知道這樣減減一下 會不會 搞到很憂鬱呢 雖然還沒開始認真減 只有想都害怕 但是我最近發現到 其實關鍵呢 就是要去提升身體的代謝 將身體釀成一個二瘦的體質 去減低脂肪的吸收 所以呢 現在呢 我會在每天吃東西 最重的一餐之後呢 吃兩粒這個 日本諾敦的糖脂注意布 因為它可以幫我激活 身體裡面自身的代謝酵素 那就可以加強身體的消脂成分 所以就算我不忍耗 吃的東西沒有少到 但是因為我的吸收少了 所以都是可以幫助到瘦的 那它和一般的蔬菜或者生果的酵素不同 它是不會透過一些排便肚色的方法 令到人產生一個錯覺 以為自己是有減到磅的 而是產品裡面呢 又有一個日本的專利成分 META 它是可以激活人體的自身代謝酵素 加快代謝和消脂的能力 那臨床症食它是可以 阻隔脂肪吸收達到60% 另外它可以增加50%的燃脂活性 所以堅持吃它的話呢 就可以養成一個二瘦的體質 譬如我待會出家會吃10粒燒賣 但其實它就會阻隔脂肪吸收 即是我是吸收4個燒賣的脂肪 我覺得真的非常之好 就是適合我這些 戒不了口 我超喜歡吃東西 還有也是經常出去吃東西的人 尤其是在香港最近 我基本上每天餐餐都吃外面的東西 但它就幫我阻隔了這些食物的脂肪 60%那麼多 我最近也有保持每個星期做運動 所以假設如果我是做一個小時的HIT 但實際上是有一個半小時的效果 是不是試半功倍 到現在大概吃了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我想說 一開始其實我的感覺就是 好像吃完大餐都沒那麼油膩 沒那麼浪費 但是直到有一天 Joshua跟我說 咦 我覺得你的腰好像幼了 然後 立刻沾沾自起了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我腰的情況如何 是 腰線是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看 好了 那今早上磅 大概是輕了3至4磅 但是我覺得 磅數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然後我剛才在我衣櫃裡 拿了一條褲出來 其實我以前也會偶爾穿一下 然後應該是肥了一個馬 然後我再扣不起來 我的腰圍 所以我就沒有穿 一路就尋封了在一個衣櫃的底 直到我剛剛拿出來 剛才穿的時候竟然適合尺寸 你看我現在穿小一個馬都OK 所以希望可以快點去之前 比較瘦的那個階段 然後再之後慢慢減 那應該我的婚紗上午 沒什麼問題了 剛才我出門前 看到那個天氣暴露在40度 但是真的太想掃街了 所以我們轉行程 我們轉了過來 葵聰廣場 葵聰廣場 我大概有4-5年的時間 沒有過來葵聰廣場 多了很多新的店 新的小食 還有多個朋友 她現在趕來 所以今天一行三人 葵聰廣場 我們的預算是2-300元 可以吃到什麼 還有可以吃到多飽 耶 好熱啊 好熱啊 大家有看過我的影片 就知道她是我韓國最好的香港朋友 她叫Claudia 她叫Claudia 沒有啦 當然是兇土來啦 麗葵講當然要兇土 其實本來想著 會不會掃街可以掃外面 但是我30度那裡掃不到 哇 三樓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果然星期一 我想先喝東西 色奶茶 是一個飄濃縮的 我有喝過類似這些 是好喝的 但是會好張 這不是說Josh香港人 就說我們香港人 對 要一個紅龍鮮奶 還有雪梨波羅 謝謝 好美啊 我的兩杯 Perang Painto 喔 她一直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是奶茶 真的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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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鴻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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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s 黃酒 那個生腸要陳皮魚蛋要10粒 要蘿蔔豬皮雙瓶 我來吃醬汁 Bye 但是香味噢 黑色的顏色,顏色的顏色是比較軟的 這個醬汁的顏色是比較軟的 那個醬汁的顏色是比較軟的 顏色嗎? 適合了 什麼? 豬皮 感覺有點異常 哦,異常了 這個醬汁很棒 我覺得這個醬汁很好吃 嗯 這個醬汁很棒,我真的很喜歡吃蘿蔔 欸? 每一個Besomo的 花生奶醬,好像很棒 中國朱古力花生奶醬 要奶黃和中國朱古力雙瓶 現在很漂亮 哇 哇 好瘋啊 嗯 它裡面是奶黃鹹 爆好吃 這個這個這個 我不想吃 嗯 我覺得這個包有一點鹹味 所以它可能… 噢,它現在是騰著騰著 很好吃啊 真的好吃 完全不膩啊 而且它的尺寸也很好 嗯,它是強的 哦,這個是冰的 這個也爆好吃 它沒有Nutella那麼甜 然後再多一些可好苦的味 超大膽 哈哈 一拳低入手 吃起來就好 吃起來就好 它是牛肉的 它是牛肉的 對,就是牛肉的 你就是牛肉的 你就是牛肉的 死肥牛肉的 你先吃牛肉的 我先吃牛肉的 我吃牛肉的 謝謝你啊 他買了榴槤和芒果的糯米茄給我 對,芒果 哈哈哈 謝謝謝謝啊 謝謝你啊 我吃了 拿一次吃米 一杯 多多多多 啊! 我看他沒收到 哇!他整大個芒果 是很棒的 很棒的 他這麼大就 2公斤了 1公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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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放了 6.5公斤 他喜歡一些 原本的香港的東西 現在想去問卷 招牌手卷是必吃的 現在正在找 問卷? 想要一個問卷王 麻煩 問卷王 但它的海灘顏色 在我想像中有點不同 我本來以為是橙色或黃色 但現在是有點暗的 如果是很新鮮的海膽 它會吃到很甜味 容易溶化在口中 它的味道有點偏負 我覺得三文魚和蟹都OK 我覺得是海膽的問題 很多人排隊啊 魚 是不是已經有點飽了 所以你要去吃 清分不起來 是嗎?你感覺到嗎? 清新一點 這個和這個 是 黑松露和柚子 超出名的 因為我來之前做了一點點的 所以是必吃的 我自己很喜歡吃黑松露 哇!它的醬 在韓國吃的那些 其實是最基本的 我這種味道 可能是芥末味味或芝士味 這些是一定不會看到的 嗯! 它本身是圓質的 但它說可能現在沒有 所以它說轉一粒粒 但都滴幾大塊 這個不像是蟑螂 那些車仔麵的水油 它不會太膩 因為開始到尾聲了 然後有點飽了 想吃一些清新的 這個是柚子味 嗯! 那這個好吃嗎? 它這個炭酸很好吃 嗯! Refresh和炭酸 這個很炭酸 這個很炭酸 很炭酸 很炭酸 太辣了 要一個鐵觀音奶茶 和滿杯豆花奶茶 哇! 很炭酸 裡面有很多東西 它有陰硬的 軟的 硬的 而且它本身的奶茶 我覺得也挺好喝 它奶茶也有茶味 它奶茶也不是那些死甜的 因為我是叫正常 但我不正常 冰度 我覺得是剛剛好 豆腐花也有 最少豆香味 它是泡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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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泡酸 它是泡酸 但是它是泡酸 它是有特別的 感覺 有很多 不同的 質感 但是它是泡酸 那種基礎 是泡酸 這個有珍珠 這個有珍珠 你現在有一個 叫桂花珍珠 它的英文都很好 小的 小的小的小的小 小的小的小的小 對 但是這個比較好 特別 這個很開心 哇 勾麵啊 宜時回憶啊 要菠菜麵 鳳爪 雞臣 豬頸肉 多蒜小辣 你說玩了巴黎嗎 17元 巴黎 你回到香港 是啊 你來結婚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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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以前是會叫 蟹柳 之後再大一點 我就一定會加鳳爪 我真的超爆 我喜歡鳳爪 都算少了 這個湯我多久沒叫過 這個湯我多久沒叫過 好棒 我們人是黑色的豚肉 這個麥克斯北極汁 是很香 第一次吃撈麵 已經滿了 很濃烈 好吃 好吃 我的天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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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我覺得這個除了是二時會 之外沒有其他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個味 嗯 我第一次吃撈麵 在大埔吃 5元2元 10元6包 那些朋友 自從離開到中國之後 其實真的很少吃 你不會特意 問這些食物 我覺得用這個來做結尾 好像真的 喜歡這個皮膚 其實基本上每一樣東西都好吃 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剛才那個 鯛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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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味 都很好吃 我也是喜歡吃豬蛋 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是 最好吃的是 中間間是 Fanny'sun mango 肉麻糬 剛才吃了 鯛魚燒 我只喜歡的 鯛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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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我也是鯛魚燒 鯛魚燒 鯛魚燒 剛才準備了200元 但最後還是拿了200元 但總共三個人 就是200多元 每個人大概吃70多元 70多元 這麼飽 我猜 真的很重 今天吃的東西 超級邪惡 所以現在 我回到家 馬上吃這個 糖枝注意報 每天一次 每次吃兩顆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加強效果 每次吃四顆 大家記得 每一天是最重的 之後吃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日本百年品牌 諾敦的出品 所以它成分天然 沒有副作用 也沒有藥性 所以不會吐舍 也不會造成任何的依賴 而且它這樣一包 就已經是整個月的份量 所以它的性壓比 都真的很高 現在12月9日至22日 在萬寧買第二件的話 是有半價優惠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不要錯過了 真的覺得 今天這個數街坊 是一個非常圓滿的結束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們吃東西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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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